社会人士都一样 没有什么分辨 有没有分辨啊 所以我们研究了那个心理心法 明星见心以后就绝对是不一样 而且很大的不同 所以一定要努力,一定的,不会很深 我学都讲,人一能知,几十知 你听一次就会响,我听了十八 这样一定会 只要你一直听,一直听 一本来很清就比很浅 都会响,会响就很浅 如果没心,听一次就没听,怎么会响 所以这个有点小,深色一点 可是值得我们追求 可以让我们从内心深处产生 可以成佛 有信心了没? 不错 这个有力感 这个从里面,心里面产生 有,有信心 不是希望的,是自己有信心 可以成佛的 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们已经长到不生不昧的真心 他就是那个在成佛的 只要我们保守 只要我们去启发 只要我们培养 让他茁壮党大 只要我们肯用心 时时刻刻都跟真心在一起 我们波罗庙智慧就有 有波罗庙智慧 认识真理 真理认识 定律就有 定徽 也有均等 然后使我们成就 处理凡尘事 都很理想 轻重缓急 我们都能够 分辨得很清楚 不会手忙脚乱 所以研究真理 真的就是好 能够使我们脱胎犯苦 操管入身 所以我们了解说 不用这个陶鉴 安心 不用贫书 成礼 这个镜里面 他都有我们真心在 那个事 事情的呈现 里面也都有真理在 说圆融在一起的 离世无安 然后性相 它是一体 那么不知 乃是心爱静 理爱事 但令人心空静自空 只要我们的心 不住相 心了解说 繁成的所有万象 都是因缘际慧 才呈现 呈现的当相 那个相的本身 都没有现 所以相没有主宰 背后也没有主宰 那个相的人 没有 所以是因缘际慧的 他当下是空 那我们只要 我们只要了解到这个离 我们的心空了 知道 静也是空 就已经融会了 有没有融会了 又不相应 所以 所以知道 我们时时刻刻 都在真心 佛性之中 真心 佛性 没有形象 外面的形象 就是假的 缘起 性空 因缘 机会 才呈现 本身 也是空的 那我们的心 空 静也空 有没有融会了 有了 已经融会 所以在真理中 已经融会 融会了以后 我们再来处理事情 自己的心 就很 那个平常心 所以我们就讲说 平常心是棒 就是平常心 自己也没有产生喜欢 也没有产生讨厌 我们有产生喜欢讨厌 我们就有取舍 那我们取舍 就会造业 那我们用平常心 事来则印 士气就则进 那就完全都没有造业 没有造业 就不用受苦 后面的果报 不会等我们 那假如说 我们有取舍 那一定 后面的果报 等着 只要在一到一年 果报就呈现 我们要去接受 那接受的当下 我们又是迷惑 迷惑的时候 又是企业 我们又是自己 这个找罪受 就这样 没完没了 那我们一解脱了 了解了 原来凡尘的现象 都是假的 我已经不去了 不去了该如何做 我就如何做 不要露露 喜欢讨厌 就没有取舍 就解脱了 这样了解吗 所以我们 就是要研究真理 对真理能够透彻 透彻了以后 了解说 凡尘 进入像了 就千差万倍 只要进入像了 都是一体 只要你进入一体了 烦恼都没了 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讲说 这个不断烦恼而入内盘 因为烦恼性 跟那个内盘性 它是一样的 烦恼像是不一样的 那只要我们都不注像 像是假的 我们要不要注烦恼像 不要就不要注 不要注烦恼像就没有烦恼 所以就不断烦恼 然后而入内盘 内盘就是不生不寐 我们也就可以 进入不生不寐 所以烦恼的性 跟内盘的性 它是相同的 这样了解意思吗 那我们是注像 才真的是很烦恼 那注像以后 我们要了解到 就是恶华 三恶的恶 恶华 因为我们注了 注了烦恼像 然后一定会有行为 那行为一定不理想 不根真理想 那一定是造业 造了业就受苦 所以就不要注像 不注像的重要 所以只要我们 心空了 静也智空 但恋啊 那个理极啊 视啊 自己 我们让那个理啊 进入 如如不动 我们的真理 进入呢 如如不动 那个事情啊 就整个消失了 事情就消失了 事情的来源 也是因缘际会 那我们呢 体会啊 如如不动的 那个本体 那个事情啊 就没了 所以要时时刻刻的 告诉自己啊 没事 没事 哥有事吗 没事 对 没事 真理 没事 就是没事 所以呢 有事啊 就是注像 有烦恼 没事啊 就是已经了解 透彻 他都是呢 假的 浮场变化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我们注像 像都已经在变得很多了 可是我们注的 那个景象 是还没有变之前的景象 像都一直在变了 我们竟然 住在旧的景象 这样我们有搞梦 有没有 对 可是我们都不承认啊 我们都说真巧的 所以那个空腦福祖讲 说哦 众生都说自己真厉害 把关系哦 那里面 那个空腦福祖 那里面要拨下去 还不知道怎么拨 是不是这样 那个空腦福祖讲的啦 跟我们这边不相应 不导用心啊 就是不要呢 把心啊 颠倒用 凡人呢 都不肯 空心 空啊 漏空 我们呢 都不肯 把心啊 放空 所以时常哦 都让心在负担 那个心里面呢 都让他有事潜在啊 都不肯 放空 各位前前 肯把心放空吗 真的哦 心里面都没事 没事 心呢 光空 不会漏空 所以我们要了解说 佛性呢 它就是真空妙有 没有形象 在空之中 空中呢 有佛性在 所以真空妙有 我们不要呢 怕漏空 不知呢 自心啊 本空 我们的心啊 本来就是空的 就是没有形象 常驻真心啊 没有形象 都是空的 我们要进入空 才会跟它相应 所以把心中的事 全部都放下了 没有了 就跟真心相应了 就可以进入常驻真心 那么与人呢 除事 不除心 就是那个 没有智慧的人啊 他把事情都除掉了 可是心里面呢 他都住 我们凡人啊 这个住心啊 是很强 所以我们啊 那个所有的贪真吃啊 都很坚强 那个就是住心 住不住 不好承认啊 承认自己贪真吃的话 好像没有面子 可是我们都实际啊 真的都是贪真吃 都住心 肯放空的话 把贪真吃啊 全部都放空 不贪 不撑 不吃 这样的话呢 就走路啊 常住真心 所以我们了解说 凡尘啊 我们时时刻刻都住心 心都有所住 那释迦牟尼佛讲 心都有所住啊 极为非住 不对啊 大了不对啊 所以就要放空 放空才正确 那么智责 持心啊 不除事 有智慧呢 就是把我们心 那个住相的心啊 都除掉 那如果事情啊 不用处 事情啊 可以处理得很严满 我们就把它处理 那么菩萨心 如虚空 菩萨的心啊 我们都是菩萨 菩提萨斗 简称叫做菩萨 菩提是觉 萨斗就是有情 有情世的众生啊 有情世的众生啊 那个叫做萨斗 有情世的众生 都觉悟了 就叫菩萨 我们都是菩萨 我们都觉悟了 我们啊 这个有情的众生 都觉悟了 所以都是菩萨 尤其呢 我们都会开华会的时候 到慈房去 给那一些老菩萨们 给他们鼓励啊 说老菩萨 辛苦了 有没有啊 我们都用得很自然 所以我们所有的众生呢 都是佛 都是菩萨 我们不要自己 这个推高圣境 自居悲弃 我们都是佛 都是菩萨 主要肯发挥呢 我们长度真心 功能作用 全部都可以到达 菩萨的心如虚空 一确俱神 菩萨的全部都可以神 那我们也要学 那个神就是布施啦 舍 我们把那个 所有一切都布施 所以我们了解到 我们最坚固啊 不肯布施的 就是我们那个习性 可以肯把那个 我们的习性都布施掉吗 因为佛曾经 跟那个阿南 在街道行走的时候 遇到一个 老太婆 她很贫穷 那个佛呢 就走进了 那个老太婆跟她讲 说你要布施 布施才会越过贫穷 老太婆说 我很贫穷 没有东西可以布施 没有东西可以布施 几习化尖 这个比较没有麻烦 对不对 所以那个佛就 从我们的心 我会不会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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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不会施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